齊佬1點昨日報導 中共疾控中心傳訪處研究員王麗萍接受訪問時表示 根據全國傳染病網絡監測系統的數據 4月中下旬以來 全國的COVID-19確診病例數字呈現上升趨勢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潔表示 近期的發燒病人中大部分是首次感染COVID-19 而最近1至2個星期發現二次感染的比例有所增加 四川大學華西公共衛生學院劉恒病學教授聯榮生表示 根據中共現有監察數據來看 陽性高安大部分是初次感染 少數人是二次感染 而此前並沒有感染過的人是本次感染的主要群組 他又指二次感染主要是免疫力低的人士 此前自然感染產生的抗體在3至6個月後逐漸減少 而自身免疫力又不足以對抗病毒入侵 從而發生二次感染 同時不能排除反復發生二次和三次感染的情況 大陸媒體調查發現近期多地二次感染人數增加 醫院發燒悶診人流增加 有患者是三甲醫院 即是大陸最高等級的醫院 就診時要排隊幾個小時